大家好,我很興奮 隊友楊威和超音 更加表演他們的拿手好戲 在安邦上鬥一番 14、15 1,真的很興奮 李子隊亦不試約 程飛和楊依林表演雙人的平衡目 兩個金牌冠軍的得主 在平衡目上表演,很特別 想聽他們唱歌 大約三萬多名的觀眾 來到這裡看表演 他們說多熱也不怕 還拿著小國旗、藍喊座威 氣氛非常熱烈 大會演歷時兩小時 在晚上大約七時半結束 亞洲電視記者在香港部隊 另外,國家奧運金牌運動員 就兵分四路示範表演 跳水、體操等項目 夢之隊在荃灣城門谷泳池 給市民可以現場看他們 橫掃這個項目七面金牌的表演 毛凱宜報道 跳水隊的焦點是 郭晶晶和吳敏夏這對夢幻組合 火亮和林若這一跳 要在表演才看到 還要在表演才是很高的 還有這樣跳水 看到金牌運動員輕鬆的一面 秦海的蝦蝦還心傾斜了 幸好沒有在比賽時出現 除了欣賞他們的表演 大家的焦點都離不開 大師姐郭晶晶會否退役 因為練了這麼多年跳水 其實我很喜歡 覺得自己已經滷入到這個裡面 所以我也想繼續可以繼續跳下去 除了表演 運動員這次來香港還會做甚麼呢 想幫爸爸媽媽買對結婚戒指 臨完場前 運動員將簽署名的毛巾 拋上觀眾席 沒有想過自己會截到他們的毛巾 真的開心到我心裡都會跳 不少市民都說 希望這群金牌的跳水運動員 可以在明年來香港 參加東亞運動會 令他們可以做一次 真心欣賞他們的徵集演出 亞洲電視記者 毛凱爾報道 國家男女子 體操腿仔 第一彎就是伊麗莎白體育館獻技 示範多過在奧運都看不到的創新動作 劉曉怡說 一眾體操金牌運動員 在男子體操個人全能冠軍 楊威的帶領進場 自由體操冠軍周海 同樣的高難度動作 同樣完美的演繹 卑揚的是滿臉笑容 輕鬆自在 我們看見他 我們看見他 創新的雙人安馬表演 楊威和蕭欽 令觀眾耳目一新 現在看到楊威和蕭欽的表演 黃毓和李小鵬 就在雙鋼上攪拌生意師 看見有兩個同事是做 不吃腳 很害羞 照牌動作小鵬掛 畫得全場掌聲 鏡頭掛給他 他掌聲 成員王王陳一兵 示範完美的十字圓碎 將氣氛推到頂點 量性的動作借來一個十字圓碎 他說要看陳一兵 照環很厲害 超厲害 超厲害 很喜歡他 觀眾不斷敲打吹氣棒 賣大喊運動員的名字 為的就是吸引他們的注意 望下觀眾睜一眼 質疑於奧運自由體操賽時的程飛 以行動告訴大家 自由體操仍然是他的拿手項目 運動員更加向幸運的觀眾 親自指導體操的基本動作 亞洲電視記者劉曉怡報道 六個乒乓球金牌運動員 仔石潔美公園體育館 示範球技 還跟觀眾猜拆兩瓣 吳鼎欣是看過 南單冠軍馬林 跟乒乓媽寶之一的高麗澤 求來求往 令人攤為官子 馬林 因為他很英俊 我拿一塊冰箱球牌出去 叫他簽名 如果簽到名字 你捨不捨得用 不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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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夠快 帶飽眼福之後 觀眾可以親身落場 感受金牌選手的實力 當然要準備一下 他又有沒有馬林的影子呢 這位小朋友應該是最幸運的一國 他將懸人做到手 還有馬林這個先級導師 他有馬林的步驟 不知道在握著馬林的手 感覺如何 她的手 那個感覺 很好 來現場 除了看表演之外 或許最想做的是 跟友像說這句話 王浩,我支持你 我支持你,張怡靈,我愛你 六名金牌運動員進行了五場表演賽之後 亦有跟現場觀眾一起猜球,玩遊戲 觀眾都看得如癡如罪 他們都說希望再有機會跟這班金牌運動員見面 亞洲電視記者,吳靖恩報導 不至於羽毛球金牌運動員 就在九龍公園和本港羽毛球隊切磋 部分市民還可以跟他們打成一片 譚美琪報導 超級單,林丹的威力到底有多大呢 聽一下就知道了 迎戰林丹的是港隊陳仁傑 林丹絕招出齊 以快打快 咬腰扣殺 還有這一招 一下失手,亦都看到他挑剔的個性 在奧運奪得金牌之後 林丹將球拍和球鞋扔向觀眾席 這次又如何呢 只剔十一歲 全港青少年女丹冠軍黃緩欣 只剔十一歲 全港青少年女丹冠軍黃緩欣 而有機會跟偶像張寧交手 感覺是怎樣呢 這球真的很難打,很難追 這球也有鼓勵我 他跟我說 他都問我,我十一歲 他都說我多厲害 而現場有十位觀眾有機會跟一群球星較量 能夠一倒這群國家羽毛球隊運動員的風采 現場的六百多名市民每一個人都心情興奮 而且不時傳出歡呼聲 有人更加一早有備而來 電單車,下午近三點,在西九龍公路相撞 其中電單車夾在兩輛車中間 27歲新排的電單車司機當場死亡 另外兩個司機亦都是受傷送軟 女學生在赤柱被大樹摘死 她的父親不滿 當局未有向她們交代事件 康文署長周達明就說 曾經聯絡過她的家屬 但是就不成功 譚彩雲報道 赤柱大家似同樹倒塔 奪去19歲女大學生莊重賢的性命 事隔幾天 她的父親指責康文署 未有交代事件詳情 假如我的女兒在大帽山 大網仔被一棵樹摘死 相信大家都可以接受 但是這棵樹在赤柱大家人來人往 那位熱身居民告訴我 她們每天回家都要經過這棵樹下去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是一件多危險的事 她要求康文署道歉 不排除追究責任 康文署署長周達明對事件感到難過 曾透過醫院聯絡死者家人 但不成功 發生這次不幸的事件 我們是感到非常難過 並在這裏做一次向莊小姐的家人 致意深切的慰問 康文署已詳細檢驗古樹明目察另外四棵樹 新蒲崗這棵樹葉脫落 救不回已經移除了 另外三棵除蟲之後情況受控 亞洲電視記者譚採文 《衛生防護中心》 跟著一個十一個月大的男嬰 在威爾斯親王醫院死亡 呈現在的世界面前 好 下面繼續來看系列報導 《同一個世界》 歷史上由於宗教信仰 種族歧視等等方面的原因 奧林匹克曾經給猶太民族 留下了痛苦的記憶 這使猶太民族對體育也是敬而言之 然而隨著社會的進步 和人類的寬容 以及猶太民族自身 對於體育的更多了解 猶太民族現在已經完全接納 並且愛上了體育 在近代他們甚至有了自己的 奧林匹克運動會 期待奧運到來 今天他和常春的民眾 終於共同迎來了北京奧運生活 起跑點選在了五環體育場 突出了常春體育之城 運動之城的特點 常春的市民步行出門了8分鐘 就有一處健身的場所 多年來更培養和輸送了 向滑冰運動員葉橋 王春璐 乒乓球國手王浩 等一批式的運動員家 在今天傳遞活動當中 有2名教練火炬手 和11名運動員火炬手 像我們現在看到的第三棒 還有曾擔任了1980年 被中國隊騎手的第20棒 趙伟倫 速華民項第37 馮凱等等 而現在大家看到的是 現場球男界兵地的王浩的父親 不過不勝於奧運備戰的話 或許這位世界難拼 可能會見難地的過程當中 其實從金河嶺的搖 到現在冬春敏捷 再到一副嘚瑟歌爾 長坤的衣術系 穿完整個城 接著傳遞的緬接雕公園 各種整個創立天地 隨著生活的完品長到來 接吾 7位藝術家 白祖國作品 翻稱世界 座原內作品數量是 就是獨特 藝術唯准之坑世界 這些雕塑作品融合了 中西方文化 系統和現代 抵現了雕塑猿 也與和平分的敵 在中心雕塑猿水旁 驚人喜大風 來這些年輕的裝了 與雕塑 給影響的聲音 真不愧是獨自場 當春春市民省會地處腹地 位於搖寧之間之三省的樞年 此火聚在禪地 這座中國工業 沿蓝和新中國搖 它展現貌 此呈現在市人的名